沈阳市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沈阳地铁从12月31号开始启动了客流控制措施 在早晚高峰各站各点位增加了人员进行调控 1月4号是限流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早晚高峰车站的情况怎么样 咱们的记者在昨天的晚高峰是来到了沈阳地铁1号线的沈阳站 了解了具体情况 现在是在沈阳地铁1号线的沈阳站站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5点左右 也是正值晚高峰的时间 咱们从记者中看到 目前咱们沈阳站站内的满高峰的客流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 而为了保障咱们乘客的一个安全的距离 咱们沈阳地铁也是在限流车站内呢 铺设了这样的一米线 而除此之外 为了最大限度的使用咱们站内的一个整体的空间 咱们沈阳地铁也在车站内设置了这样的护栏 以保障在客流增加的情况下 咱们乘客能够进行蛇行排队 沈阳地铁严格进行4G220的规定 按照设计承载量的50%接待乘客 在此基础上 我们压缩了行车间隔 根据日常客流量 延长了早晚高峰的时间 全部列车投入运营 最大限度的运送乘客 沈阳地铁并不只在早晚高峰进行限流 而是根据各车站实时的客流情况 进行全天运营时间内的常态化限流 如果出现客流增加超出设计承载量的50% 沈阳地铁将会在出路口通道 非复费区 复费区等空间进行限流安排 沈阳地铁提醒乘客 在工作日早高峰期间 1号线重工接站 起工接站 保工接站 铁锡广场站 云峰接站 2号线航空航天大学站 三台的站 银盘接站 白塔河路站 9号线吉利湖接站 大通湖接站 10号线丁香湖站 合作接站 东北大马路站 近站客流较大 若您需要在以上车站乘车 建议在早7点前进站 晚高峰期间 1号线13号接站 沈阳站站 踏远接站 南市场站 2号线金融中心站 工业展览馆站 市图书馆站 近站客流较大 若您需要在以上车站乘车 建议16点30分前进站 疫情期间 疫情广大乘客 积极配合车站人 公众人员的引导 积极主动地出示绿车的健康码 配合我们的安检人员 今天安检 测稳 选择配带口罩 如愈车站 限流 请乘客能保证 地区安全距离 乘客可以选择 错峰进行 提前出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